认识农村社区土地重化 传统的台湾农村,因为土地经过历代继承,以致土地产权复杂,也因为没有整体规划,缺少必要公共设施,造成生活环境不佳,也影响农村的健全发展 为改善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,内政部结合农业部农村在深政策推动农村社区土地重化,透过整体规划,建构完善交通系统,并新屁公园、污水储立、制洪池等必要公共设施 而且依农村未来发展需求,留设社区活动中心,集货厂、产销中心等用地,同时办理土地交换分和,改善土地持分共有情形,提高土地利用价值 未来因应国土计划之实施,并将依循全国国土计划之道及农业空间部件构想,营造生态友善且具文化及产业之一居农村环境,促进农村活化再生 中文字幕统签